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发现他的眼睛有点斜视 然后这个时候带着孩子去他们当地的小的一个诊所 结果让他们去莫斯科医院 所以到了莫斯科的医院他们才确诊 听到这个结果的时候 他是不相信的 也不愿意这样去做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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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